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标就是这群汉奸中的其中一个 他在抗战时期 卖国求荣 证据确凿 罪不可输 地方民兵将黄标送到处刑台 正要执行枪决 突然李克农将军带着武汉市公安厅厅长 沉心匆匆赶到 大喊 墙下留人 随后李克农拿出一纸调令 将黄标保了下来 可是黄标身为祸国殃民的汉奸 实在是罪不可输 李克农将军为什么要保住他的性命呢 本期视频 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下关注 既能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 穷雄极恶的日军入侵中华大地 他们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带给中国的伤痛 至今仍是历历在目 与清华日军相比 曾帮助侵略者 迫害民族同胞的伪军汉奸 也是同样的可恨 人人得而诛之 如果没有伪军汉奸的帮助 日本一个大丸之地走出来的军队 凭什么能在中华大地上嚣张八年之久 带给我们如此巨大的伤痛 日本军队在清华之初 虽然凭借着新进的装备一路势如破竹 打入了中原腹地 但兵力其缺 是他们致命的弊端 如果日军仅凭原始兵力 中国怎会沦陷那么多土地 意识到自身不足的日军 开始诱惑大量汉奸 培养伪军 与他们协同作战 而黄标 就是湖北省缅阳县最大的伪军头子 也是当时受万人唾弃的汉奸 在日军到达缅阳县之前 黄标是当地红帮的大帮主 在县城一带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并且黄标领导下的红帮成员不同于其他土匪 黄标本身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手下成员也在他的影响下 也个个都是好汉 这些红帮成员从来不会做为难贫苦人民的事情 他们福威济贫 诚恶扬 备受百姓们的欢迎 因此日军看中了黄标的威望 并成立了伪政府 希望黄标加入 为此日军多次登门拜访 承诺给黄标一生都享知不尽的荣华富贵 只要他能为日军效力 然而日本人没想到的是 黄标是个爱国的汉子 面对诱惑时根本不为所动 理由不成 日军转而为逼 黄标则丝毫不惧 表示宁死也不肯当汉奸 可就是这么一个重情意又爱国的 陆林好汉 为什么后来会选择背叛祖国当汉奸了呢 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黄标加入红帮之前开始说起 1930年的黄标还只是一个民间队伍的小领袖 他的队伍有陆林之名 却没有土匪之实 这一年黄标带队前往井冈山加入了红军 并凭着敢打敢拼的性格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很快就做出了出色的革命成绩 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后来到了1931年 黄标回到了故乡缅阅阳县筹建革命根据地 他在敌人的围剿中 展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才智 多次击溃了敌人的阴谋 但因为1932年 红军相恶根据地进行了肃反行动 曾经有过陆林名号的黄标 不得已离开了红军 后来黄标跟当地红帮获得了联系 并因为中叶的性格和高强的武艺 一步步当上了红帮帮主 这时候黄标虽然吃喝不愁 在当地也很有声望 但他却每日郁郁寡欢 一枪报复无法施展 黄标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抗日信念 只希望能早日重返组织 所以在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时 黄标宁死不屈 他在坚定回绝了日本人之后 干脆对外称病 什么人也不见 直到1940年 黄标等来了一个打扮成乞丐的访客后 他余生的命运便从此被改写了 因为这个乞丐 是他曾经在红军队伍中的老领导 李仁林 李仁林这次找到黄标 的确是来劝说他重新加入红军队伍的 红军也知道黄标在缅阳县的影响力 希望他能为抗战出一份力 为中国出一份力 但李仁林不是让黄标上战场厮杀 通缉日军挥洒男儿热血的 李仁林带来了组织的任务 组织希望黄标能打入日军内部 当一个间谍给红军提供情报 在暗地里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黄标一旦接受了 他不仅要当汉奸 背负骂名 还要时时刻刻 面临被日军发现的危险 要知道日军对付间谍的手段 十分残忍 若是身份暴露 必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本来李仁林对黄标并没有抱有太大希望 因为他了解黄标 知道黄标是一个渴望在战场上 杀敌报国的硬汉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黄标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接下这个沉甸甸的任务之后 黄标哽咽着告诉李仁林 只要能为国家效力 就是让他现在去死 他也照做不误 随后黄标假意当汉奸 去了日本设立的伪政府 日本人十分欢迎黄标的到来 直接让黄标 当了绵阳县保安队大队长和维持会长 可见日本人对黄标的重视 而黄标虽然得到了日本人承诺的优越生活 但他深知自己的使命和任务 时刻不曾懈怠 在日寇阵营中 黄标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 多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他一边要假意迎合日本人 伪装自己的身份 一边还在积极地给我党传递情报 在黄标的帮助下 我党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 抗日力量也在短时间内壮大了许多 可是很快危机就来了 黄标再一次和我党地下人员 迷迷街头的时候 被日本人撞了个正着 胆时过人的黄标临危不乱 主动跟日本人打起了招呼 并介绍了街头人员的伪装身份 暂时消除了日本人的戒心 但是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 我党通过黄标送过来的情报 先后多次突破了日军的包围圈 日本人察觉到了不最近 怀疑内部有人泄密 而这个时候黄标就成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可因为没有实际的证据 日本人没有对黄标动手 只是剥夺了他的实权 让他失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 此后黄标失去了得到情报的机会 并且时刻都面临着身份暴露的危机 可今晚如此 黄标依旧以身犯险 用自己的性命去刺探情报 同时黄标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成功讨好了日寇阵营的实权人物 又重新获得了信赖 但让黄标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自己当了汉奸的事情 传回老家之后 竟然害死了自己的至亲 黄标的母亲在老家度日 而黄标的汉奸身份早在当地传开了 可谓是臭名昭著 一方面是无法忍受被人出着几粮鼓骂 另一方面是为儿子当了汉奸 感到绝望 黄标的母亲最后留下一书 大骂了黄标一顿 并将他从家谱除去之后 便上吊自尽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黄标 痛不欲生 哭了好久 但为了我党的抗日大计 黄标把一枪悲痛化作怒火 急需愤怒在敌人内部 此时黄标已经不满足于 只给我党提供情报了 他想为我党做更多事情 为抗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后来一批新四军战士不幸被捕 黄标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活动 尽管过程惊心动魄 黄标的身份几次面临暴露危机 但他依旧没有退缩半步 成功用死球替换了新四军战士 神不知鬼不觉的偏过了日寇 在我党物资告急的时候 黄标也会想方设法的提供支援 可以说黄标虽然一直身处日寇阵营 但他为我党抗战事业做出的贡献 是极其巨大的 是不可忽视的 是不亚于那些奋斗在前线战场上的英雄们的 同时黄标也表现出了极强的间谍能力 他为我党提供了诸多帮助 而日军直到1945年投降的时候 仍没有发现黄标的间谍身份 以此可见黄标的伪装是多么完美 但令人唏嘘的是 英雄黄标被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非但没有受到英雄的待遇 反而被当成了真正的汉奸 1885年 黄标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 自小便失去了父亲 那是一个极其动荡的年代 贫苦百姓食不果腹 饿死街头是常有的事情 为了活命 黄标母亲带着黄标外出逃难 可在经过一座深山时 黄标和母亲走散了 只能靠乞讨过活 后来黄标被一个好心道士收留 在道观生活了四年 习得了一身武艺 雄中也充满了强烈的家国情怀 见惯了农民悲惨生活的他 致力于腰带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在离开道观之后 先是经过多方打听 找回了失散的母亲 随后黄标又凭借着自身高强的武艺 和孝顺 重情义等品行 拉拢了一大批人 形成了一个正义的陆林队伍 这时候黄标坚信 只有革命才能帮助人民过上好日子 未来一定是属于革命者的 于是在1925年 黄标带领队伍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洞庭湖农民革命 可是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 革命最终失败 后来黄标就带领队伍 加入了红军 在红军的日子 是黄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可是因为肃反 黄标被迫离开了红军队伍 之后加入青帮 最后成为了我党的英雄叠将 1945年抗战胜利后 黄标终于得以扔掉了 耻辱的汉奸身份 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随后黄标又积极参与了解放战争 是要为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生 可命运 此时跟黄标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就是这个玩笑导致黄标就此脱离了解放军队伍 并在新中国成立后 被当作反动派汉奸 判处了死刑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 黄标因为总是冲在战场最前面 导致他在一次战争中负伤 黄标的上级派了两个警卫员 照顾他留在原地养伤 随后队伍连去了新的地方征战 可让黄标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那两个警卫员很快就叛逃了 只剩下黄标一个人留在原地养伤 渐渐黄标的伤养好了 但他也彻底失去了队伍的消息 黄标怎么也联系不上队伍 只好在原地等 可是等了很长时间 队伍还是没有回来 无奈之下 黄标只能先行返回家乡 紧接着令他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脱离了队伍 没人能证明黄标的身份 这导致绵阳县当地很多人 只知道黄标的汉奸身份 因此黄标在1951年 被当成反动派汉奸 下达了枪决的审判 危急关头 显而李克农将军 和武汉市公文厅厅长陈一新 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迅速向上级 说明了黄标的情况 才得以带着上级的指令赶到刑场 救下了黄标的命 但可惜的是 因为战乱原因 黄标的党员资料丢失了 他的上级也已经牺牲 因此黄标虽然免了死罪 但依旧以汉奸罪名 被判处了十年刑期 最后悲惨地在狱中病逝 直到1979年9月 湖北省政府 才将黄标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查清 重新审判了黄标一案 他们撤销了黄标的罪名 并对这位抗日英雄 表达了高度的崇敬 黄标也从汉奸 被证明为烈士 安葬在烈士林园 但此时距离黄标病逝 已经过去了26年 这正义来得实在是有些太迟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在各位观众朋友们心中 叠降黄标 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 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馆长姐说的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集精彩内容再见咯